狐狸猫与小树蛙正在为下礼拜运动会的大队接力练习 不幸的是,在练习的过程中,狐狸猫不小心跌倒了 膝盖破皮流血,练习也因此中断 随后,小树蛙带着狐狸猫去保健室包扎伤口 在前往保健室的路上,狐狸猫一边看着自己流着血的伤口 一边问着小树蛙,伤口是如何复原的 你可以想象,伤口就是马路上的坑洞 马路上的坑洞可以利用薄油和石头填平 伤口则是由细胞修补 为什么伤口是利用细胞修补的? 马路是钵油和石头铺出来的 而我们的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所以伤口就要用细胞来修补 那么,修补伤口的细胞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身上的细胞可以借由细胞分裂来增加细胞的数目 修补伤口的细胞就是从细胞分裂而来的 原来如此 除了修补伤口外 我们的身体还能利用细胞分裂做到哪些事情呢? 我问你哦 我们人长高变重是因为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应该是因为身体的细胞数目增加了吧 你说的没有错哦 就像修补伤口一样 我们身体的生长发育 就是利用细胞分裂来增加细胞的数目哦 另外,我们身上的老化细胞死亡后 也是利用细胞分裂产生出新的细胞 接手这些老化细胞的工作岗位 原来细胞分裂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是多细胞生物 那么以此类推 细胞分裂是不是也对单细胞生物相当重要 你猜对了 你想想细胞分裂的结果是什么 增加细胞的数目啊 嗯嗯,没错 那单细胞生物的一个细胞 是不是就代表了一个个体 对啊 那么单细胞生物的细胞增加 个体是不是也跟着增加了呢 对啊 哦,所以单细胞生物可借由细胞分裂增加个体数目啊 下列何者为细胞分裂在单细胞生物中所具有的功能 A,更新老化细胞生物 正确的个体数目 正确答案为D 原来细胞分裂的细胞分裂 原来细胞分裂对生物这么重要 那么细胞是如何进行细胞分裂的 这体难倒了小树蛙 小树蛙苦恼地说 等你处理好伤口 我们一起去问生物老师吧 狐狐狐狸猫的伤口 狐狸猫的伤口包扎好后 他们一起到办公室找生物老师 狐狸猫向老师问道 老师 细胞分裂是如何进行的 一个细胞进行细胞分裂后 会产生几个细胞 两个 没错 细胞里的物质像是染色体 也会跟着平均分配到这两个细胞中 少树蛙疑惑地问 那分裂后产生的两个新细胞 每个细胞内的染色体 不就变成原本细胞的一半了 我们是多细胞生物 身上的细胞都是由爸爸精子 和妈妈卵子结合后 形成的受精卵 经过无数次的细胞分裂而来的 你们回想一下 前面我们学过人体的体细胞内 有多少条染色体 我知道 有46条染色体 好奇怪哦 一个细胞 如果要变成这么多细胞 染色体应该会越分越少吧 为什么人体的体细胞染色体 仍然是46条呢 是啊 老师 这是为什么呢 细胞要如何维持细胞分裂后的染色体数目 还是相同呢 这其实很简单 只要细胞进行细胞分裂之前 将自己原本拥有的一份染色体 复制成两份 在平均分配到分裂后的新细胞中 就可以维持染色体的数目相同了 所以细胞内的染色体要先复制一次才能进行细胞分裂 然后分裂一次产生两个染色体数目相同的新细胞 我还发现 我还发现单细胞生物会借由细胞分裂产生新的个体 这样新的个体与原本的个体所含的染色体数目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种单细胞生物 大家说的没错 下列合者为细胞分裂的正确过程 A. 染色体复制两次,分裂一次 B. 染色体复制一次,分裂一次 C. 染色体复制一次,分裂两次 D. 染色体复制两次,分裂两次 正确答案为B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细胞分裂 1. 功能 在多细胞生物中 细胞分裂可以修补受伤组织 进行个体生长发育 与更新老化细胞 单细胞生物可借由细胞分裂增加个体的数目 2. 过程 细胞内染色体复制一次,分裂一次 产生两个染色体数目相同的子细胞 学了这么多 让我们再动脑想想 如果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发生问题 使细胞无法进入分裂的阶段 那么这个细胞是否能发育成一个新个体 相信聪明的你们都能找到答案 下次见咯 拜拜